主料,中型大于一条,辅料,油,盐,鸡蛋,料酒,燕麦,红甜椒,绿尖椒,姜,洋葱,芝麻油,蒸鱼豉油,淀粉,胡椒粉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大于翅骨,翅鱼皮,脂柳肉,多加料酒用力搅碎,燕麦洗净后用水泡软,绿尖椒红甜椒洋葱姜, 切成细末剁碎,在鱼肉碎中加入一个小型的鸡蛋,重拌拌匀后加入泡好的燕麦,剁成细末的菜末放入鱼料中,加入胡椒粉,加入芝麻油,加入适量盐,加入适量蒸鱼豉油继续搅匀,最后根据情况加入适量淀粉,锅中放入比炒菜略多点的油,将拌好的鱼肉,团成适量大小,做成饼放在锅中, 小火慢煎,底部成型后转中火,小心翻面在煎,两面都成鸡黄色除透即可,烹饪技巧 一,因为第一次尝试做,所以所用材料都没有冲凉,请根据自己的情况添加,二胡椒粉,料酒,蒸鱼豉油,都有虚心提鲜的作用 三,因为家里的尖椒太辣,所以红椒我用的是甜椒,鱼饼里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玉米粒,馒豆粒等,一切都可依自己的口味 四,和好的鱼饼馅,拿在手里是稀松的,不要让它太干,因为大鱼肉本身的特性就干,煎好后自然会成型,口感才好 五,煎食不要着急翻面,一定要等底部成型后再翻,以免弄碎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